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是圆桌的这一部分 然后圆桌这部分的话 就是由王珍来负责 那其实前面的话 我们看了郑老师的一些作品 然后像王珍他自己是有写一篇文章 是关于郑老师的 也是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因为在那篇文章当中的话 会提到一些历史 也会提到他个人的一些观点 也会看到郑老师早期和现在最新的一些作品 那其实郑老师不管是在中国艺术史当中 还是在世界当代艺术史当中 其实都是非常独特的一位艺术家 然后今天也非常有幸能够邀请到郑老师 能够在此一起跟我们分享 同时也分享了一些在其他媒体上面 没有公布的一些内容 那本来我们今天的话 是邀请到了两位外宾 然后一起来参与讨论的 其中有一位的话就是罗马克兰 然后他是这个加州艺术大学的教授 也是一位艺庭人 他们两位的话 就今天是有本来是要打算参与这个讨论的 但是你是有事 所以就提前离开了 但是呢他们留下了他的问题 所以就会由王真带这两位教授来问一下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话是 罗马克兰教授所提的一些问题 首先也是感谢一下郑老师今天的一些分享 然后在看那些前面的影像作品当中 他其实想要跟上这个影片的一些步谣 但是他可能会感到有些迷惑 比如说在最开始看到的几部视频作品当中 一个是国庚海博物馆的 还有个是大都会博物馆的 在里面的话我们看到一些长进拍摄和中进拍摄 所以老师他有一个疑问就是不太知道这样的一个拍摄的方式 跟你要讲述的一个主题 疫情之间他到底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而且我们从视频当中看到 其实在现在我们所谓的公共生活 其实跟我们所谓的人的生活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的 在这些景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基础设施啊 没有看到太多的一些人 那其实想问一下您对疫情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变化 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而且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有些空间 它是非常空荡荡的 而有些空间的话 它是人满为患的 有很多人的很繁忙的这样一些景象 那其实在Norman Klein教授看来 可能那些空荡荡的一些场景 它可能会有更多需要叙述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不知道说您在这个影像当中 又显示空荡的一部分 又显示人满为患的这样的一部分 这两部分它今天有什么联系呢 我不知道Norman是什么地方的人 我作为一个纽约人 然后生活在这么一个大都市里头 我觉得艺术它停了 所有的都停了 这个疫情带给我们是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当然美术馆和整个的城市 只有水泥了 没有人了 我们的血压之期在家里面 不敢出来面对这个邪恶的病毒 面对的危险随时而至 我用可以说是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方法计数了这个疫情 这个就像我用我的生活 计数了我的旅行一样 它不光是这个有很多有人的地方 有很多也是没人的地方 我只是把这个这座城市 跟城市里面的人作为世界艺术之都停了之后 它的状态 因为我提出了一个观点 现场 其实 历史 记录就是艺术 其实就王真所了解的就是 罗曼教授的话他也是来自于纽约 他在纽约布鲁克林出生 然后可能是在30岁或40岁的阶段 去到了洛杉矶 那其实他对纽约的话 还有对加利福尼亚都是非常了解的 他有一本书叫做《遗忘的历史》 其实讲述的就是加州的历史 然后也可以做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参考 他在那本书提到说 一个关于建造和关于繁荣的历史 也就是一个关于遗忘 还有一个关于消除的一个历史 那其实我们看到像在洛杉矶那边 很有很多高楼大厦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画廊 但是通常我们可能忘记了 在这些高楼大厦 在这些画廊建立以前的洛杉矶 到底又是怎么样的 所以王真觉得这一点也是值得讨论的 那其实在想了解一下 郑老师对遗忘的历史 这样的一个说法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因为其实疫情期间的话 我们也是看到了这种历史遗忘的一个发生 比如说在疫情期间 纽约中国很多的一些餐馆都关门 其实对公众生活来说 这也相当于是一种遗忘的历史 这种遗忘的历史也是被忘却的历史 这个里面实际上 我们都面对这种双向的这种困难的选择 如何塑造一种真实的中国艺术史 包括作为海外艺术家的真实的历史 这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今天在整个的政治正确的情况下 特别是在疫情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看到谎言是充满着我们的生存空间的 我们很难了解到真实的真实 所以说在被遗忘的历史的同时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谎言的历史 在谎言的历史下 我们怎么能够面对我们先回的生命 那今天的艺术家 我们在美国的华裔艺术家们 我们身建着这种使命 我们有这种为历史 为现实 还原真相的这种勇气 同时我们有一种挑战 和有一种颠覆的一种勇气 郑老师 这是之前王珍这边问到的一个问题 算是他自己问的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他本身自己也是 作为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 让他会发现在你的作品当中 其实身体 它是扮演着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具 不管说对你的行为艺术作品 还是对你的那种影像作品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有些作品当中 我们看到身体的互动 但是在另外一些 可能是关于疫情的一些作品当中 我们可能看到 没有身体这样的一个影像在里面 而且我们知道 像所谓的中国的身体 和西方的身体之间 它是会有一些差异的 在你的作品当中 有时候你会用上自己的身体 有时候你会用上别人的身体 然后你可能会在 不管是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语境下 还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语境下 你都在尝试挑战身体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其实身体呢 它有时候会位于暴力的中心 它也可以反映历史 然后在您的作品当中 我们行为艺术作品当中 我们看到了身体的出现 我们也看到了一种流动性在里面 那王正最后的一个问题 就是您如何看待 所谓的中国的身体 在当代的历史当中 所具有的作用 王正这个感谢啊 我觉得作为美国的华裔的批评家 和策展人 我觉得王正你提出的观点 让我有一种挑战性 而且这种挑战性 不光是过去的中国大陆 我仍然在美国学者的 多次交往中 多次要谈到这个问题 而且有很多中国大陆的学者 他们总是要否认 中国当代艺术在四十年的进程 而且我觉得这个态度是粗暴的 是没有礼貌的 而且中国当代艺术 正是因为在一种悲情之中 在苦难之中 在一种不同的表示之中 在一种政治社会 和一种经济社会之中 中国艺术家提出来的这种思想 和很多的人人知识 而且你这一次把中国当代艺术 给划分成作为两个区域 一个是地下性 一个是官方版本的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是过去在中国整个的艺术里面 是没有这种文本的 因为美术史是不断地面对 一个真实的历史 而且我觉得作为海外的艺术家 这是你的贡献 同时你提出来的身体 作为我们给我们带来了一种 什么样的一种经历 我觉得熊艺术最重要的 是我们能够面对自己的生命的勇气 和内心的自由精神 在中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 自由大家很多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那个时候更多的是院体和官方的声音 那个时候没有个人的声音 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摇滚乐和诗歌和文学和当代艺术和现代艺术 那个时候所形成的这种力量和我们对这个要表达内心的向往是没有多少空间的 那个时候我们能表达出来 那个时候已经不容易了 那个时候我们是纯粹的 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俄市场 所以说我们用我们的身体 用我们的勇气 见证了我们的时代 我们以我们自己的这种呼吸的 这种情感 然后来见证了我们的生存的环境 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的东西 圆明圆的那段时间 也就是北京地下艺术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属于中国当代艺术 非常重要 非常具有传奇的一段经历 而且那段时间是产生了大量的创造性的思想 这跟美国的战后艺术是一样的 美国的战后艺术正是因为在二战之后 1957年波罗克的去世 来确定了当代艺术的一个分界 那中国当代艺术是1989 是1989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声音 和柏林墙倒塌 和世界人民要求自由和为生命 会自由为人权所创造出的这种价值 然后对于云之之前的 有说过一观点就是呼吸的情感 在这个观点方面 王真比较有共鸣 然后再回到他想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 还是关于这个所谓的中国的身体 其实在80年代的话 我们看到中国的身体上的一个概念的出现 就那个时候有些人 他会把身体当作一种集中 一种直接的武器 他想要用这种武器去反映 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去反对当时的那个体制 但是如果我们去回到中国的历史当中 去看一下相关的一些艺术作品 就会发现其中缺少身体的这一部分 或者是缺少中国的女性身体的这一部分 可能要等到宁凤年 或者等到80年代的时候 我们才看到一些身体的 这样的一些异象的一些出现 所以就想问一下 您如何看待说两种不同的一个做法 就是一种的话 就是把身体 把这所谓的中国式身体 直接当作一种直接的武器的应用 还有一种就是在山水画当中 把身体当作一种比喻 一种把它藏起来 这两种之间 他们的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的话 也是问您对一种差异的看法 比如说在您的作品当中 你使用身体的形式 还有像另外的一些艺术家 在他们的作品当中 用身体来作为 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 您觉得在您的做法 和他们的做法之间会有什么差异呢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的美术史中 中国的美术史这一部分 它有意思在于哪 我觉得中国美术史 它的行为艺术这一部分 跟美国的这个当代美术史 有相同的地方 因为中国当时在八十年代 面临改革开放的同时 现在思想的引入 很多艺术家他们从西方这边 吸收了当代艺术的理念 同时又从自身的文化里头 反省出了这种精神的走向 在整个的环境 在整个中国的政治环境 和社会环境 没有给当代思想带来 更广泛的空间的情况下 在北京的艺术家 在中国的艺术家 在那个时候圆明园的艺术家 甚至于在东春的艺术家 东春是谁后来了 然后呢 有些艺术家 他们开始用身体 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思想 正是源于 他们觉得绘画和两维空间 不能满足他们的思想性了 他们走出来 走出了工作室 走出了户外 我的一些作品 更多的是关注的是 身体跟环境 跟场域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身体永远不是孤立的存在 我们的身体永远是 跟我们的空间 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的 所以说 我必须要跟我周围的人 发生关系 那个时候 八九年 我去了长城 我带着我的身体 我带着摇滚乐 带着那个时候 暗淡的天空 我去了长城 在废墟里面 我跟我的朋友们 然后来拓映 来记录 两个德国的统一 记住在废墟之中 我们的呐喊 记住我们对和平 对自由的向往 所以说 那个时候的身体 是我身体 灵魂的一部分 我觉得艺术家 首先来讲 是为个人来创作的 因为没有个人 就没有一切 在过去 中国的社会里头 不崇尚个人的 只崇尚敌体 没有个人 政治社会里头 只有一个人 对吧 然后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我思考 我跟很多的艺术家 思考 用我们的身体 因为他不需要花钱 那个时候 我们都比较贫穷 我们因为勇气 然后用我们的身体 来表达 我们的艺术语言 来建立 我们的前卫的 和先锋的 这种思想 他实际上跟美国的 当时那个时候 激浪派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跟美国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一样 那个时候 美国的波普运动 正在兴起 中国当代艺术的 行为艺术 实际上也是面对 当时那个社会 和官方化的 这种不同话语下的声音 进行的一种回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威武